爱情华丽又浪漫 但可能因为太过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浪漫的爱情 反而对伴侣为了争取公平和对等的行为而无法理解 甚至因此与伴侣之间的相处有一些压抑 仍在狮子座运行的月亮与金星形成了刺激的六分项 爱情浪漫又刺激一整天都爱意浓浓 穿上华丽的服装去约会吧 而天王星和太阳以及水星形成了三分项 强调自我强调未来更加有助于人生的成长 以及追求人生的真理 如果太过强调自我和未来的话 反过来又有可能无法面对过去的伤痛 并且在伤痛中可能无法自拔 这一段时间要证见了 这一段时间要证在心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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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ہ 这样做